今天的主播 可以看到画面中两辆轿车卡在土石堆动弹不得 南韩西南部中青南道周五因为大雨引发土石流意外 一家人在铃骨塔附近遇上劫难 四人来不及逃命遭活埋 其中一对八十多岁夫妻不幸丧命 而消防队员前往救援遇到第二次土石流所幸无人伤亡 另外前几天江源道金善郡秦津隧道路段发生大规模山崩 掉落土石量惊人多达六千公顿 这也是四天来当地第二起山崩 连续好几天南韩各地暴雨不间断 周五西北部全罗北道群山郡 九小时内就降下近四百毫米雨量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日降雨量 部分火车和地下铁也因天后调整班次 预计周末南韩东西岸都将降下三百毫米以上 甚至高达四百毫米的大雨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